亲爱的各位同学 下面我们来看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四十一课 就是Lesson 41 Training Elephants 训练大乡 很有趣 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先打开教材 在二百四十一 刚好 四十一课 二百四十一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read, ask me 二百四十一 Technique Technique Tough Tough Resentful Resentful Assign Assign Mahoot Mahoot Cough Cough 注意美国把A读成A这个声音也对 Calf Calf 好,再接着走 Pine Pine En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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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Subservant Subservant Plunch Plunch Tame Tame T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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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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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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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mpaniment Accompaniment Soose souhaite Soo's Soo's Soos Cha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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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nforce Reinforce Einforce Einfoce End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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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ithet epithet susceptible susceptible blandishment blendishment lash lash curl curl 好记了 这是我们这棵书的声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钻研一下这棵书的一些重点词 这个书的重点词不少 其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怨恨的 有一个重要的自根的复习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rescentful rescentful 叫做怨恨的 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 怎么一个怨恨耳泡 rescentful means feeling angry and upset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unfair 对你觉得不公平的事 感到气愤和沮丧这种感觉 这怎么会这样呢 不公平吗 愤恨不平 还有心中沮丧的感觉 这叫 再读一遍 recentful recentful 怨恨 怨恨不满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resentful look 一个怨恨的表情 a resentful expression 一个怨恨的面孔表情 跟look 类似一样子表情 a resentful voice 一个愤恨不满的声音 就是话语中带出愤恨怨恨的这种感情 总之怨恨对不公平的事感到气愤不满 这种感觉叫做recentful 这是做定义来用 他做表语也很常见 做表语的时候 后面一般都跟介词搭配 再加语 比如说 be resentful of 或者about 或者用at 对什么什么事情 感到气愤 或者怨恨 咱们同样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she felt resentful at not being promoted 这个女人对于自己没有受到提拔这个事 感到怨恨不满 凭什么她当官了呢 凭什么我还干底层工作 怎么回事呢 不公平 这个后面叫at 再加语说 they seemed to be resentful of our presence there 他们似乎对我们到场觉得怨恨 他不高兴 他不愿我们到场 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呀 他们看似似乎对我们出席到场感到怨恨不高兴 这后面叫of也行 再比如说 at first I felt very resentful about losing my job 我这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自己丢掉了饭板 丢掉工作感到愤恨怨恨不公平 这个叫be resentful at of 或者about something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这几个介词可以替换 差不多 这是当表语来用 它通通来自于动词 就是我们在29个讲过的动词 resent 怨恨模式 就是to feel angry or upset about a situation or about something that somebody has done especially because you think that it is not fair 你看就继承了刚才resentful 形容词的含义 就是感觉气氛或感觉很沮丧 关于一个情况或者关于某个事情 某人做的这个事感到气氛和沮丧 尤其是你认为这事不公平 还是对这个事怨恨 resent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 bitterly resent your criticism 我对你的这个批评 非常的怨恨 bitterly就剧烈的厉害的 就是你凭什么批评我呀 我做的这么费 这么大努力 还不像妈妈 非常怨恨 觉得不公平 你为什么批评我呀 再比如说 That should resent my being here 他是不是我在这儿 他不高兴啊 他不愿意我在这儿吧 这对模式觉得怨恨 resent 后面可以加名词 或者加东名词 结果都行 这个我们复习 这是二十九和讲过 这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这个sens 或者是sent 这个拼写出现 一般都跟to feel 去感觉相关 跟感觉相关 那你想本文中 resent 后面sent是感觉 前面re表示back 感觉反回去 有相反的感觉 感觉要反回去 怨恨吗 你不愿意 感情是相反的方向 那反的感情 叫怨恨憎恨 形容词就是resentful 怨恨的就好了 再比如说resentment 名词的怨恨形式 这都比较简单 这是复习 还有像我们二十九和讲的sensation 既可以表示人的感觉 尤其指触觉 也能表示巨大的一个轰动 sensation 还记得轰动性的叫做sensational 三文大使说过 这是跟感觉相关 再复习 像sense 这个词本身 就可以表示感觉或知觉 或者表示事情的意义 that there is no sense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没有意义 sensitive 可以表示敏感的 这是跟感觉相关 还有sensual 可以表示肉体上的 或者这个人很性感的 也是跟感觉相关 这是复习二十九和讲过 还有像sentiment 可以表示人的情绪 或者是感情 也是跟感觉相关 还有它的一个略带贬义词的一个词 叫sentimentality 就多愁善感 可以当不可数目词来用 就是对小事情过分的感性了 多愁善感 还像我们讲过的assent 这个as还有ab 可以表示to 去做某事去 它既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叫做同意或赞成 去感觉 去有一样的感觉嘛 去感觉这个事 你看是不是要同意它呀 叫做assent 还有一个它的同意词 也是叫同意或赞成 而且也是动词名词都可以的 叫consent 为什么呢 asint还是感觉 seeing with come 可以表示一起 我们一起有这个感觉 不是同意吗 你觉得好 我也觉得好 我同意你 再读一遍 consent consent 动词名词 发音品写都一样 再比如说 consensus 就是共识 双方有一样的看法 这不也是感觉到离一块去了吗 再读一遍 consensus 这就是共识 还有我们说的 descent dis可以表示离开 分开 从中心点离开了 刚好叫意义或者反对 或者这个做动词 就叫持意义或者不同意 动词名词都是这么读的 大声来 descent descent 就是意义或者反对 或者动词持意义不同意 还有一个比较 更抽象的词叫 presentment 叫预感或者对某事的凶兆 而PRE还是不是提前了 像的before 提前有了感觉 是不是就预感 或者不吉利的某种预兆 凶兆 大声来读一遍 presentment presentment 这个词有一部分新知识 还有一部分是29课 重要词可能复习 第一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看 分配或者指派 分配这个任务给某人 或者指派这个人 做这个事情 都行 我们大声读两遍 assign assign 好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意思 叫分配或者安排这个事 什么意思呢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as a share of work to be done or of things to be used 分配或者安排 就是把某个东西给某人 作为工程 给他东西的一部分 让他去使用 分配给你去完成这工作 或这个呢 分配给你 让你呢 去用这个东西 这个分配给你用 这个安排给你去做 这叫assign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必须得记住搭配 比如第一个搭配 assign somebody something 给某人分配了这个东西 或者安排这项工作 比如说 the teacher has assigned each of us a holiday task 老师们给我们每个人 都安排了一份假期的任务 假期的作业 让我们假期去完成 就是安排这个事 让他去做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是分配安排 同样的第二个搭配呢 第二个搭配就assign something to somebody 意思完全一样 还是把这个东西 分配给某人去完成 或者分配给他 让他去使用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two large classrooms have been assigned to us 这两间大教室 分配给我们使用 这个我们班 在这个教室上课 分配给我们 再比如说 the teacher assigned a difficult task to each of the children 老师给每一个孩子 分配了一项任务 让他们去完成 你看把这个东西 安排给某人完成 我分配给他来使用 这是assign的第一次 分配或者安排 但是本文中呢 是第二个意思 就指派 派某人去完成这个事 它叫做 to provide a person for a particular task or position 就是指派某人 就是安排某个人呢 来完成某个任务 或安排某个人 来担任某个职务 就指派他 去做这个事 或承担这个职务 这个任务 这是搭配的技术 第一个搭配 就assig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指派某人 去做这个事情 指派他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同样看下例子 British forces have been assigned to help with peacekeeping 那么英国的部队 被指派去干嘛呢 去帮助维和 维持和平 那么是指派某人 去做某事 后面再动词 不能使to do 这个用了被动 be assigned to do something 可以 那么第二个搭配呢 也是先跟人 as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 指派某人 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to是借词 是借词 这个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wo senior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the investigation 两位高级的 或是资深的这个警官 被安排或被指派呢 去完成这个调查工作 senior就是地位更高的 级别更深的 被安排来进行这个调查 指派他们去做这个调查工作 可以 再比如说 they've assigned their best man to the job 他们指派了 他们最佳的 最厉害的人 这王牌人选 去做这份工作 指派某人 来担任某个职务 完成某个工作 可以来指派 那么为了句实平衡 有的时候 语续会发生变化 比如这个人 如果太长了 咱们可以assign to something 再加somebody but somebody 跟to something 位置可以互换 你像在本文中 就出现这个现象 我们就看在本文中 41个 那240页的第7 到第8行 240页第7行 到第8行 出现了这么一个句子 他说 the first essential in elephant training is to assign to the animal a single mahout who will be entirely responsible for the job 他说 在训练大象里面的 首要的一个要点 essential 当名词来用 就是要点要素 是什么呢 是要呢 把一个训练大象的人 这书叫mahout 那么他呢 完全对这个工作来负责的人 那么直派他 去训练这个大象 assign 本来是assign a single mahout who will be entirely response for the job to the animal 这是as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 这个搭配 但是这个somebody太长了 a single mahout 后面还挂这个定义重句 所以把assign somebody to something 换成了assign to something somebody 并或者 但确实还是指派 指派这么一个训向员 mahout 他来训练这个大象 是这么一个搭配 这是assign 它的两个含义 类似 这个类似 这里面重点讲它 也是因为它有字根 就是这个sign这个字根 它本身做动词 就可以表示这个签字啊 什么做记号啊 所以做字根来用 也是继承这个含义 就做标记 to mark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标记 你看本文中这个assign呢 as相当于ad 这个字根配备 动词不定是to 去做这个事情 去做一个记号 是分配或者指派 对吧 这个人 你做这个工作 做个标记 这个工作你的啊 这个动作是五年一班的 这个教室五年二班的 做好标记 做记号 分配或者指派 对吧 很好记 叫assign 它的名词形式更常见 就是assignment 叫做对于任务的分配 或者给某人留的作业 安排的这个任务 我们留的作业 一个叫assignment 对吧 做个标记 这是你的就好了 再比如说 看更多的例子 你像signature 咱们在十二课 银行和顾客那个时候讲过 可以表示签字 那么做标记 写上过名字 跟sign相关 还有像动词signify 这个fi 这个字根 有的是像fac 或者是fac fac 都可以表示make 做 刚好 我做一个标记 去做记号 可以表示表示或者表明 这个东西在这做了一个标记 表示意思是什么 表示表明 做标记 叫做signify 非常好记 还有像非常重要的形容 是significant 那么正好是重要的 或者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前面sign是标记 然后前面这个fac f-a-i-c 这三个字 我们刚才说是做 做了一个标记的 说明它重要 或者有意义 做了一个特殊的标记 它跟别的不一样 这个尤其重要 叫重要的 或者有意义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ignificant 它跟这个signify 可以同时记 从此跟类似 还有呢 你像动词 这个significant 它的名词形式 significant 就不说了 重要性或者意义 就是形容词 继承下来就好了 跟它类似的 还有像consign consign 我们这sign位 可以表示 together在一起的意思 一块做标记 叫委托 托付给某人 或者托运货物 为什么 我要签名字 你也要签名字 对不对 我托付给你了 你要签字 丢了你得陪我的 双方签字 委托给他 托付给他 非常好记 对吧 再读一遍 consign 委托托付 或者托运某个东西 再比如说它的名词 委托托付 或托运 托运的货物 都可以用它 大声了没 consignment consignment 对吧 这个好记 还有像动词 大家都认识 design design sign是表示做标记 定的可以是down 这是做个标记 把它写下来 在纸上写标记下来 标记这个地方是这个 那个地方是那个 刚好设计计划 或者说名词设计图 或者某个计划 某个方案 就把它标记下来 这个地方标记下来 那个标记到纸上写下来了 是不是设计 大声读一遍 design 也是把它标记下来了 写下来了 指定 委任 或者给某个东西命名 指定这个东西 委任 也是做下来标记 写下来了 大声来读一下 designate designate 同时记名词形式 委任 或者对某人的名称 某个东西的称呼 大声来读 designation designation 委任 或者名称称呼 这写下来了 对吧 可以这么记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辞职 叫resign re 可以比较again 再来一遍的意思 或者比较对某人的顺从 也行 这是动词 为什么一开始 参加工作 我要记一个名字 现在离职的 再签一次字 就走了 再次签字 表示辞职 或者顺从 大声来读 resign 它的名词形式 就辞职辞成 或者是对某人顺从的行为 大声读便 resign resign 好 这次相关的同根字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看得着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小牛 或者是其他大型动力幼崽 什么大象啊 长波鹿啊 什么鲸鱼啊 海豚啊 它的幼崽或幼兽 注意这个 L不发音的 不要读calf 不是这样呢 L不发音的 那么第一个 在音试翻译法 A 大声里面 calf calf 再读美音 把A 变成A 大声里面 calf calf Giraffe A whale a seal a dolphin etc 就是牛 或者是其他大型动物的幼崽幼兽 比如说象啊 什么长径鹿啊 鲸鱼啊 什么海豹啊 海豚啊 等等等等 它们的幼崽 小牛 或者小象 小长径鹿 小鲸鱼 小海豹 小海豚 等等等等 它们的幼崽叫calf 复数是去掉F跟VS 这个知识在十八课讲过 大家可能有印象 咱们来看一看 在一百零四页的第十一行 到第十二行 一百零四页 十一行到十二行 咱们是不是还见过这句话 有一个小海豚 特别喜欢呢 把一个大海龟 推到水面上来 用鼻子推上来 然后呢 从这个大水族向一边 哗啦哗啦哗啦 像冲浪板一样 把它推到另外一边去 小海豚用calf 本文中呢 是指的小象也用calf 这当时咱们讲过 那我们知道有好多描述这些baby animals 小动物的一些专有的词 咱们在复习复习十八课讲过的 你像fow 可以表示小马 或者小驴 那大声来读一下 fow 就马驴 它的后代 小猪 这个好记 pig 后面加let let这个字根本身就比较small 小猪 大声那边 piglet piglet 这小猪 而且小绵羊和小山羊可以同时记 小绵羊 大声那边 lamb 注意避不发音 避住嘴 再来面 lamb 不要读lamb 避不发音 小山羊 还有小孩子都可以用它 大声那边 kid kid 这是小山羊 还有我们说的 小鹿 大声那边 forn forn 小鹿 还有像什么 一些猛兽的右兽 有些像狐狸 老虎 狮子 和熊 它的右兽 大声来读一下 cub cub 我们看到那个discovery探索频道里面 有一次谈到puller bear 北极熊 它的右兽就用了cub 这个词 猛兽的这个幼崽 还有像小猫咪 大声那边 kitten kitten 但还有用kitty k-i-t-t-y 但是小孩说的 叫凯迪猫们的kitty 但一般正式的用kitten 这个词 读快之后 有鼻腔爆破 大声那边 k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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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不动变成kitten 从鼻子气出来了 tinn和dinn 鼻腔爆破 小狗狗 大声那边 puppie puppie 就是a baby dog 小鸡 答上了没 chicken chicken 这个词表示鸡肉 是不可数的 表示小鸡就可数了 还有小鸭子 在那边 duckling duckling 小鹅 gosling gosling 都好记 幼虫 小虫虫 答上了没 larva larva 小人 小人 婴儿 咱们来一遍 infant infant 好 把这些相关词汇放进一块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中点词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重要的词汇 在下面画线以突出这个词或这个句子 派生意特别重要 就强调或者使它突出凸显它的重要性 我们大声读一下 underline underline 多好记 under是下面 line是画线 在下面画一道线 所以本意是在下面画线 表示它重要 对吧 本意是 to draw a line and a word sentence etcetera 在一个单词或句子下面画一道线 这是相当于动词 underscore 同一词 在下面画线 这两词分别再读一下 underline underscore 或者画线 说明这个东西重要 以突出的重要性吗 对吧 看例子 the names of the winners are underlined in red 这个胜利者的名字下面用红颜色标注 红色的下画线 就be underlined 用红颜色在下面标注了一下 就是画下画线 跟underscore是同一词 它的派生意用的更多 就是强调什么什么 是突出 to show that something is important 表明这个东西重要 它跟underscore一样 两个都是在下面画线 派生意的强调是突出 这个我们也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这个悲剧性的事件突出了我们现在急需行动的这种需要 咱们可以把词性调整一下 就这次悲惨性的事件 悲剧性的事件突出了这样一点什么呢 我们需要立刻行动 把这需要可以当动词来翻译 这个underline跟underscore两个可以替换 是同一词 这个强调是突出 都是在下面画线 本意派生意完全一样 复习强调 这两个词也是同一词 这是老朋友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emphasize emphasize stress 我们看到跟underline和underscore类似 他们的本意也都一样 派生意也一样 本意都是中读一下 就把这个单词或者短语句子中读 声音大语叫中读 派生意是强调是突出 中读不是因为它重要吗 咱们先看看表示中读这个含义 在三册的52克 这是这个mud is mud 这个书中就见过 咱们看看三册52克的课文的原文 The shop assistant looked puzzled and Harry repeated the word slowly stressing each syllable 这个商店的售货员呢 充满迷惑的在看着这Harry 就是他要香水泥 什么叫香水泥呢 这个售货员不知道 迷惑不解 并且Harry呢就重复说了遍这个字 香水泥这个字 他说slowly stressing each syllable 这个stressing在这伴随壮语了 重复怎么重复呢 就是慢慢地中读每一个音节 syllable就是音节的意思 就是中读 stress 这可以换成emphasizing 也行这是中读 但派生意都是强调是突出 你比如说 a repor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safety standards 这份报告强调了改善安全标准的这个重要性 强调是突出 跟the underline 一样可以替换 那么再比如说 I must stress that everything I've told you is strictly confidential 我必须要强调 我们家闭语从据 我告诉你的每一件事 是绝对要保密的 不能公开 confidential就是机密的 是机密的 完全机密 不能公开 这个是做动词来用 他们的名词形式搭配 咱们早就强调过 在28课 前面就讲过 动词可以用put或者动词lay可以替换 然后用emphasize的名字emphasis 还有stress的名字还是stress 后面加on 就是把重要加在什么什么上面 还是强调 强调什么什么 咱们再看例子 We should put greater emphasis on employee development 我们现在应该更加强调员工的发展 就员工职业发展 让员工怎么去进步 就强调put emphasis on 前面可以加修士语 这个另外我们在33课 也见过类似的这个表达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讲过的课文 33课 咱们看195页的第八行到底是 195页第八行到底是 就是education 教育这颗书 这么一个片段 大家还记得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and apply psychology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中心搭配就是lay stress on 后面有省略出现on on 这个省略 我们将不那么重视 less stress 更少的重视 事实和数据 而更加重视有个more 就是lay more stress on 更加重视好的记忆力 重视这个应用心理学 更加重视一个人 与他的同胞 融洽相处这个能力 这是强调 lay stress on 那么表示强调 还有更多的选择 咱们可以来看一看 它都有本意和派生意 就是这个accentuate 它非常像我们的 刚才的stress和emphasize 它本身都可以比较中毒 因为这个本来的中心 这个accent这个字根 本身就可以比较中毒 这个意思 那中毒这个东西 派生意不是强调是突出吗 对 大声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一些例句吧 比如说 Her dress was tightly belted accentuating the slimness of her waist 这个女孩 dress可以表示裙子 连衣裙 这个连衣裙呢 在腰这里扎得很紧 belt 做名词可以表示皮带 做动词就系皮带扎皮带 腰身这里扎得很紧 怎么样呢 突出了 强调了 它腰的这个苗条 所以女孩的腰很细 皮带一扎紧 突出强调了这一点 强调是突出 叫accentuate 我们再读一遍 accentuate 跟本文中underline emphasite等等 在做派生意识 完全一样 可以替换 还有一个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词 也是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就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highlight highlight 它的本意呢 是用荧光笔标出重点 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 这句话很重要 用彩色的荧光笔 把它涂一下 表示这个重要 派生意也是强调式突出 也是极物动词意思一样可以替换 派生意完全一样 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Your resume should highlight your skills and achievements resume 是来自于法语的词汇 可以表示你的简历 我说你这个简历应该特别的强调和突出你的技能 还有你取得的成就 就是简历中应该突出强调这一点 这是表示突出强调几个重要词汇 咱们回顾一下 可以表示标下画线的有 underline and score 派生意一样 可以表示中读的一对词 emphasize和stress是动词 名词用lay或者是put emphasis或者stress 我们讲un 还有一个叫accentuate 本意也是中读 派生意强调 还有一个用荧光笔高亮 高亮显示 叫做highlight 派生意也是一样 咱们可以在写作中可以替换 阅读中当然必须得认识 好 这个重点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趋从的顺从的这个形容词 跟老师大声在那边 subservient subservient 趋从的顺从的 就是别人怎么说 他就怎么听 咱们先看看他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subservient呢 就too willing to obey other people 就非常非常愿意服从他人的 这个我们在第28课讲过 to to结构一般表示太怎么样而不 但是如果to后面根的形容词表示 乐意的愿意的 这个形容词 那么也倒表示非常乐意 而不能表示太乐意而不怎么样了 就非常愿意服从他人的 这个是日点的28课病人和医生这么讲过 就特别乐意服从他人的 别人说着好好好我就这么做 就服从的或有事表示屈从的 第三下四的这种 那么咱们看看搭配 subservient一般是跟这次to搭配 就屈从于某人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想 the press was accused of being subservient to the government the press报界议论界 议论界被谴责被指责怎么样呢 就屈从于政府 政府说什么 他们就怎么做缺乏独立的报告的 这种勇气 就是暴界舆论界被批评 是屈从于政府 政府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叫 subservient home job too 那本课中也出现了类似大废 在本课中就是240页的第14行 到底15行 课文的14到底15行 咱们看看 but animals of this age do not easily become subservient to men and a very firm hand must be employed in the early stages 但是他说动物啊 这个年轻的动物 它不太容易变得服从于人 听人的使唤 就是这个大象年纪比较大了 它不听话了 并且这个时候必须雇佣 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老手 在这个训练的早期阶段 用老手来控制住这个动物才行 这服从叫 subservient 后面加解词2 注意是行识 那么跟他类似的 回忆我们在三册第九课 就讲过好多敬意词 比如说有一个词叫submissive 类似可以看的同一词 顺从的或者是服从的 可以用它大声来读一下 submissive submissive 服从的顺从的 这可以替换 我们回顾三册第九课的句子 飞猫嘛 they never become submissive like dogs and horses 他们就是猫了 从来也不会像狗和马那样 顺从 对人顺从言听其从 叫submissive 还有一个叫obedient 也是服从的 顺从的 它当然来自动词 obey 服从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obedient 服从或者顺从 比如说 an obedient child 一个听话的孩子 爸爸怎么说 妈妈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服从的听话的 同样的后面借词呢 也经常跟tudafi he was always obedient to his father's wishes 他对于爸爸说的话 爸爸的希望 总是言听计从 服从 顺从 听话 总是 爸爸希望什么 他就做什么 就是be obedient 加这次to 跟subservient 含义是类似的 那么还有一个书面 也叫compliant 意思类似 也是服从的 或顺从的 这个更加文言一些 大声音笔 compliant 也是服从的 顺从的听话的 比如说 she was much naughtier than her compliant brother 这个女孩 比她特别听话的 这个哥哥 或者是弟弟 要淘气的多 naughtier 就更加淘气 这是服从的 顺从的 听话的 那有个近义词 叫守法的 叫law abiding 这名词 加汉语 连字符 再加分词 doing这个形式 这个守法的 这个词我们讲过 大声来读一下 law abiding law abiding 这个在第二课 还有第三诗课 这两课书中 讲过构词法 名词 加连字符 加doing 这个形式 大家还记不记得 守法公民 叫law abiding citizens 守法的公民 这个听话的含义 类似 可以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 比较重点的词汇 就是使平静 或者安慰 抚慰某人 不让他太 生气 太张牙舞爪的 平静下来 就情绪不要太激动 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后面是 着服音发 the 这个声音 吐收到 大声里面 soothe 使平静 安慰 或者抚慰某人 咱们先看看详细的英文解释 什么意思呢 to make someone feel calmer and less anxious offset or angry 使某人感觉平静一些 或者感觉不那么焦虑了 不那么沮丧了 不那么生气了 就是抚慰他安慰他 别生气了 别担心了 别着急了 别紧张了 总之 抚慰 不让他 着急上火 忧虑担心 这种叫做 soothe 我们看看一些 例子 比如说 Lucy soothed the baby by rocking it in her arms Lucy 这可能是妈妈来 抚慰这个孩子 可能哗哗大哭的孩子 通过什么呢 rock 做动作 摇满 在他胳膊 臂弯里面摇 宝贝不哭了 不哭了 小孩一会儿乐了 就不哭了 就是使平静下来 抚慰安慰 不让他着急上火 不让他在烦躁 焦虑或生气 叫soothe 可以这么来用 那本文中用的是 他的喜欢词形式 就是soothing 注意后面是声带震动 把the thing 这个声音带什么呢 soothing soothing 什么意思呢 就making you feel calm 使你感觉平静下来 就安慰性的 或令人镇静的 令人镇定的 这么一种东西 是他动词的形容词形式 直接用现在分词 当形容词了 再读一遍 soothing 本文中 其实用在这个用法 比如说 I put on some nice soothing music 不呢 就是我开始播放了 我播放了一些非常好听的 令人镇定的一些音乐 轻音乐 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 不再那么兴奋焦虑紧张了 这就是soothing 有这个效果 再比如说 Her words had a soothing effect 经常可以 但这个搭配记住 经常可以用soothing effect 就令人镇静的这么一个效果 看了之后 令人心情愉悦 平静不再紧张 焦虑 兴奋 沮丧 这个Her words 他的话 有一种令人平静下来的 这么一个效果 听了他的话之后 大家放心了 心情放松 轻松下来 这么一个 叫soothing 可以同时记住 跟他类似的有好几组词 比如在三册的29课 咱们讲过另外一个动词 他的近义词叫console 也是安慰安抚某人 我们大时再读一下 console 什么意思呢 to make someone feel better when they're feeling sad or disappointed 含义略有区别 但非常类似 就是当一个人感到呢 怎么 伤心或者很失望的时候 让他觉得好一些 别那么伤心 别那么失望了 安慰他 哎呀 没关系啦 安慰 安慰某人 比如说咱们复习 在三册的29课 funny or not 师父有趣 这个注重 三册29课 the final day however the doctor consult him by telling him that his chances of being able to leave hospital in time for new year celebrations were good 但是转过天来呢 医生安慰这个病人说 说什么呢 告诉他呀 他的这个能及时出院 赶上新年庆典活动 这个可能性是蛮大的 the chances are good 就可能性大 在安慰他说 不要伤心了 这个人 他不愿意在医院里 过圣诞节 安慰他 就console 那跟他类似的事 有趣的是呢 那concelling 也是有类似的含义 就是令人觉得安慰的 不再伤心失望的 这个行事 你看比如说 what you said about George was very consoling 你说的关于乔治这件话 确实让人觉得很欣慰 觉得很安慰 不那么伤心 或者不那么很失望 就concelling 再比如说 he nodded and put a consoling arm around her shoulders 这个男人在安慰这个女孩 这个男的点了点头 并且呢 把一个令他觉得很安慰的胳膊 环绕在女孩的肩膀上 就搂着她肩膀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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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伤心了 别失望了 这种感觉concelling 也是来自于conceal这个动词 跟那个刚才的 soothe 变成soothing 类似 还有一组 叫reassure 也是咱们重要词汇 也是安慰 或使某人放心下来 就是to say or do something that makes somebody less threatened or worried 就是说或做某个事 使某人不那么害怕了 不那么担忧了 叫安慰 特别强调是放心 不再忧虑 不再害怕 特别强调这个含义 这种安慰叫大声嘟变 reassure reassure 他强调不是使某人 不再伤心失望了 他强调不要 让他再担惊受怕了 让放心 reassure 同样的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y tried to reassure her but she still felt anxious 他们试图想让他放心 但是女的现在 依然觉得很焦虑 还是很担忧 这reassured 几无动词 再比如说 the doctor reassured him that there was nothing seriously wrong 这医生让他放心 说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情况 你这不是重病 没关系 过两天就好了 就reassure 安慰 使某人放心 那类似的是 reassuring 也有他同根的形容词的意思 就是分词当形容词 就是令某人放心的 比如说 the teacher gave him a reassuring smile 这个老师给了他一个 让他放心的微笑 这个学生说 老师 我考试及格了没有 我担心考试不及格 老师 蒙娜丽莎她微笑一笑 哦 那肯定及格了呗 让他放心下来 可以 再比如说 it's reassuring to know that the problems are rare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很罕见 这是让人很宽心的 令人宽慰的 这是reassuring 相关的这个三组词 可以记住 soothe soothing concele concelling reassure reassuring 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给老师看到这儿 最后咱们来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这个称呼 称号 或者绰号 都可以 我们大声读一下 epithet epithet 称呼 称号 或者是绰号 是什么意思呢 咱看精确的英文解释 a word or short phrase used to describe somebody especially when praising them or saying something unpleasant about them 就是一个单词 或者一个短语 备用来干嘛呢 描述某个人 尤其是当表扬他们 或者说关于他们一些 不愉快的事的时候 就是表扬某人 或者说某人难听的话的时候 对他起的一个称呼 称谓或者绰号 既可以好听 也可以难听 这个时候叫epithet 我们看看一些例子吧 比如说 In Alfred the Great The Great is an epithet 这几乎就是 对这单词的一个解释了 在阿尔弗雷德大帝 这个短语里面 大帝 The Great 就是一个称号 或者称呼 这是表扬某人 战功很厉害 著名的大帝 英明神武的皇帝 叫做The Great 这是一个称呼 这个称谓或称号或绰号 或者是再看这个例子 The film is long and dramatic But does not quite earn the epithet Epic 这部影片很长 而且确实充满戏剧性 但是呢 却并没有能够 这个值得上啊 它的一个称谓叫什么呢 叫做史诗 Epic 确实这个电影很长 比较有戏剧性 但是并不值得它的这个称呼 史诗这么一个称号 Epic 这个epithet可以表示 对某人某物的称呼 或者绰号都可以 这个当重点词来看 也是因为它有字根 就是这个epi A-E-P-I 这个字根 这三个字母 拼在一块 这个字根意思很多 它可以表示 我们的upon 在什么上面 或者表示 to 去做模式 还有特别besize 就顺便 此外 有这个含义 还有特别among 在什么什么之间 所以意思特别多 咱们看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 像本文章 epithet 这个epi 在这表示 在什么什么上面 相当于upon 这个that t-h-e-t 可以表示put 就放置的意思 放在上面了 是不是放在某人的上面 对他有个称呼 或绰号 放在某个东西上面 是对他的一个称谓 一个绰号 放在上面 叫做 再读一遍 epithet 这是epi 是upon的意思 再比如说 看一个upon的含义 这个叫寄文 或者道词 或者木志明 人死了以后 一段寄文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pitaph epitaph 这个epi 表示upon 在什么上面 这个taph 这个字根 表示处墓碑的意思 写在墓碑上的 是不是道词寄文 木志明 特别好记 再多遍 epitaph 可以这么来用 再比如说 你像这个epigraph 这epi 还是表示upon 意思 graph呢 是写字 写在上面 这可以表示碑文的意思 就是碑文 这不一定是木志明 一个石碑上刻了一段话 都可以叫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pigraph epigraph graph是写 写在上面的话 这是碑文 但epi还有更多的含义 你像这个epitome 这是非常重要的名词 可以表示梗概 缩影 或者典型 或者什么什么的典范 这个epi 可以表示to 去做这个事 这个tome tome 这个字根表示cut 去把它切下来 把这个片段 剪切下来 是不是梗概 或者缩影 或者是某个东西 典型 或者典范 注意发音 大声 epitome epitome 常见词了 缩影 梗概 或者典范 这是去 把它切割下来 这是表示to 再比如说 看表示besize 这个epilogue 也是常见的名词了 epi表示besize 顺便此外 而且log表示speed 说的话 整个说完之后 顺便再说一句 此外再加一句 什么叫后继 或者拔 或者戏剧的话 叫收场白 如果一本书后面 就后继 或者后面那个拔 后继 拔就是后继的意思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pilogue epilogue 就是书都写完了 顺便再说两句 戏剧演完最后 再说两句 顺便再说的话 叫epilogue 还有一个类似的叫 episode 咱们以前见过 对吧 可以表示插曲 或者意识 或者电视 或广播节目中的一集 它本意就是插曲 或者意识 因为古代没有电视剧 这个东西 这个在我们的第九课 王室谍报活动讲过 是插曲和意识 为什么epic besize sold 这个字跟sod 可以表示coming in 进来 顺便再进来一个是 那此外 在正史之外 再进来一段野史 不是奇闻意识 一个小插曲 片段 在旁边此外 再进来一个东西 顺便再进来一个东西 是这么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pisode 对吧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epic 是among 尤其在epidemic 这个固定的名词里面 epi表示among dem 咱们多次说过 表示people 人民的意思 大家知不知道民主 是democracy 表示人民 在人民之间的 人之间的 叫疾病的流行 传染病的流行 我们大声读一下 epidemic epidemic 这个词在17课 就是澳大利亚的兔子那个书 咱们讲过 这是epi几个重要的 常考的词汇 你看这字根是同一个 但意思比较多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41课 声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看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